你见过这样的学校吗? 学生绝对不上文化课 学生绝对不能见阳光 学生绝对不能玷污自己的身体 皮肤疾斗或者被蚊虫叮咬 绝对要被处决 这里被称为塔 是间女子学校 如同监狱一般 但女学生们完全不觉得 因为啊 她们刚出生就被圈养再次 女生每天洗脸要洗二十多次 脸上不能落下一丝灰尘 洗脸要排队 监控盯着 如果洗不干净呢 直接关进小黑屋 这次洗脸轮到小悠 忽然有人洗面奶掉了 是小悠最好的闺蜜索菲亚 索菲亚视力不好 小悠帮她捡起瓶子 但小悠呢 却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 出现在监控里 警报响起 严重违规 小悠拼命地开始洗脸 但也无济于事 保安拖走了小悠 小悠想让索菲亚帮忙解释 但关键时刻 索菲亚怂了 小悠被虐待了一晚 专研女孩们都长到16岁 小悠由于这件事 性格变得冷酷 她再也没有犯过错 就成了班长 他们从来不学文化课 学校一直不断教他们 女人要服从 捷径 耐心和谦卑 就比如现在 即便电视出了问题 他们都要盯着雪花点一直看 直到电视回复 这天 学校的校长 金发女来训话 金发女告诉他们 今年是大家在塔里的最后一年 你们中间表现优秀的 就会被富人家庭领养 你们会过上童话里 公主般的生活 说完 金发女给大家 每人发了一件白色的蕾丝裙 女孩们看到漂亮的衣服 都很高兴 他们重新分配了宿舍 小悠搬到了玫瑰厅 带他们的保安 是个狠色的瘸子 玫瑰厅环境不错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床位 小悠在这里 遇到多年不见的索菲亚 索菲亚对小悠比较热情 但小悠呢 却冷冰冰的态度 两人在洗衣服时 索菲亚偷偷告诉小悠一个秘密 千万不要喝卫生素 小悠不懂索菲亚为什么怀疑学校 但她呢 决定不吃一次试试 吃药的时间到了 喇叭里宣传着 吃维生素可以预防疾病 蹲到小悠吃了 小悠演技可以 吃药喝水一气呵成 应付过了监控 下一秒 小悠把药凸进了马桶里 小悠有些惊恐 这么多年来 她第一次违规 晚上熄灯了 大家很快睡着 但小悠呢 却怎么也睡不着 这时索菲亚坐了起来 她告诉小悠大家吃的根本不是维生素 而是类似安眠药的物质 自己已经三年没有吃了 而且晚上啊 这里并不安全 那个好色的保安会进来 小悠表示 怎么可能 这门不是断电自动上锁吗 正说着 楼道里传来声音 索菲亚赶紧跑回床上 金发女带着两个保安进来了 选了两个女生 其中就有小悠 小悠被保安扛到一间屋子 保安还摸了摸小悠的脸蛋 这时一对老夫妻走了进来 金发女让她们选一名女孩 金发女开始介绍 这名女孩长相清纯 清新脱俗 这名女孩呢 眉清目秀 万里挑一 她们的皮肤没有被一缕阳光伤害过 你们选吧 价格优惠 打八折 老女人最后选择了另一个女孩 小悠被扛回宿舍 小悠这下意识到 学校确实有问题 她们根本不是领养 女生成了学校赚钱的商品 索菲亚告诉小悠 她们必须跑出去 但首先呢 要拿到门禁卡 小悠却有点担心 学校说过 外面的空气有毒 这是一间贩卖人皮的学校 数百名女生 从小就被圈养 学校骗她们 外面世界末日 空气有毒 不让她们出去 不让她们晒一丝阳光 为的就是她们完美的皮肤 但此时的女孩们 还蒙在鼓里 她们期望着 有人来领养她们 索菲亚被扛了出去 门没锁 小悠趁机出门查看 楼道里静悄悄的 忽然 金发女出现了 小悠赶紧躲了起来 小悠跑到出口处 门必须门禁卡才能打开 小悠又跑回了宿舍 索菲亚运气不错 没有被客户选中 轮到打疫苗的日子 小悠见到了慈祥的校医 校医对小悠很喜欢 小悠觉得 小医可以帮助她们 便开始试探校医 果然 在周三的电影日 放弃了小悠喜欢看的电影 小悠放松了对校医的戒备 一名女孩打了疫苗后 开始呕吐 胳膊瞬间成了麒麟币 看来 这东西根本不是疫苗 小悠告诉索菲亚 校医可以帮我们 但索菲亚却表示 不要相信这里任何人 就比如 那个看着很酷 平时根本不理我们的瘸子保安 他总在大半夜来我们宿舍 大部分的女孩都被他欺负过 但小悠不听劝 又去找校医 谈话中 小悠泄露出 自己并没有服用卑生素 小医很紧张 立刻给小悠补打了一针维生素 小悠被打针后 精神开始恍惚 小悠昏昏沉沉 被金发女锁到了小黑屋里 金发女回到豪宅 原来她和校医是一对 金发女当了这么多年的校长 也厌烦了圈养女孩 但校医却表示 学校要扩大规模 才能赚更多钱 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在排队等少女的皮 学校里的变态保安 晚上又来到女生宿舍 保安选中了一名女孩 正要图谋不轨 忽然索菲亚从身后 勒住了保安的脖子 但索菲亚呢 毕竟是女孩 很快就被保安挣脱了 索菲亚跑了出去 保安很快扑了过来 索菲亚被打倒在地 保安又想使坏 被索菲亚 一个电影都打晕 打倒了门禁卡 还没来得及跑 警铃就响了 索菲亚还是被抓 但那张门禁卡 却被她藏了起来 金发女开始训斥大家 养了你们这么多年 你们竟然还想跑 此时校医也原形毕露 原来她才是幕后的校长 校医发飙 让女孩们交出门禁卡 否则就每天约带一名女生 在游戏里 大家觉得哪款皮肤最贵 这间女子学校 转门贩卖人皮 女生却都不知道 为了皮肤更嫩 校长亲自喂她们 所谓的维生素 而且还检查 有没有藏在舌头下 小悠无奈就把药吃了 晚上安眠调药力发作 小悠用发家 扎破自己的手 控制自己别睡着 小悠等其他女孩都睡了 她找到了那张门禁卡 但卡片已经刷不开门了 小悠绝望时 忽然发现 卡片质量不错 竟然能拧开螺丝 小悠牛掰 硬拆下了一扇门 小悠在楼道里 遭遇了金发女 她用麻醉针对付小悠 小悠手速快 拿台灯 把金发女砸翻在地 然后把麻醉针 打入金发女的体内 小悠在塔里 救出了被关押的索菲亚 两人发现了一间手术室 黑袋子的旁边 写着同学的名字 他们打开袋子一看 吓懵了 被选中的同学 早就挂掉了 而且他们的皮肤 都被拔了下去 两人这才知道 学校不是贩卖人口 而是卖他们的皮肤 怪不得 从不让他们晒太阳 每天洗脸20次 吃安眠药呢 也是为了降低人体 性陈代谢 这些都是为了 让皮肤更加年轻 两人决定 把所有女孩都救出去 而其他的女孩 被洗脑多年 还不幸有这么恶毒的事 小悠把金发女带了进来 在金发女的脖子后 有手术换皮的痕迹 大家这才相信 之后 大家集体出逃 他们干掉了保安 此时 小姨带着两个打手冲了过来 打手开枪了 小悠和索菲亚 躲进一间小房子 用木板锁住门 小姨在外面开始甜言蜜语 许诺两个人美好的未来 但妹子俩根本不信 小悠表示 你能把我的皮肤买多少钱 我今天就做个了断 说完 小悠拿着刀 在脸上开始滑 小姨大喊着 停手 你的皮肤可是最贵的 可以卖五百万 但根本没用 小悠连回了 身后的打手也看到了 小姨竟没有了价值 打手直接开枪 处决了小姨 第二天 门被撞开了 警察救了他俩 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这是他们游生以来 第一次沐浴阳光 本篇完 本篇叫方林十六 本期问题 在游戏里大家觉得哪款皮肤最贵呢 发到评论区哦 本篇是小成本拍摄的电影 学校的管理层就四个人 小姨 金发女 还有两个保安 而且还找了个瘸子保安 成本压缩的相当低了 本篇在豆瓣打分6.1分 可以说拍的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 点关注订阅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哦 尤其是铁粉 点点收藏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